第3351章 天仙画灵符 全力赢富 林玄与田小剑不一儿童地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只见 亮丽的刀光浮现而出 每一抹刀光的表面都散发着丝丝令人心悸的法则 混乱法则 空间被撕破 混乱之力引弥撒而出 真魔碎空刀果然非同小可 林玄的脸色难看一击 这时候已容不得他犹豫 必须快点做出抉择 只见 林玄修好一幅 身前出现了一张金灿灿的浮路 没错 明浮 乍一看与如今的修心界流传的也差不多 可仔细一瞧 却并不相同 具体是什么 难以说清楚 但表面上却有真灵本源的力量残留 没错 真灵本源 换句话说 这符纸应该与真灵有关 众所周知 旧心界的修心界的修路 很多都要用到夭壽的皮毛骨骼 然后用夭壽的灵血作为朱砂 眼前的道理也相差仿佛 不过 用的不是普通妖兽 而是真灵 以真灵为材料 炼制出来的符 上面所绘制的纹阵 更是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几乎每一个符文都按含着妙意 知道以及充满了昏荒古朴的气息 连在一起 更是拥有惊人的威力 这样的宝物自然不是灵界修士 能够修炼出来的 唯有纯说中的仙人 才有这样的大本事与手笔 仙界灵符 灵玄拥有的也不多 当初探寻真仙遗迹 他最终也不过是找到 三张这样的灵符 一向是作为救命的宝物 不到关键时刻 绝不拿出来是人的 不过此时此刻自然顾不得 强敌魂势在侧 再不动用压箱底的手段 说不定真要阴沟里翻船 灵玄自然不想落这个悲惨结局 至今他已经一直向心点去 动作轻柔一极 不得分好火气 可此时他的动作却有颇吃一声 传入耳朵 那神秘的灵符精光大作 无风自然起来 具体会有什么结果 灵玄也不晓得 他只知道这枚灵符是攻击属性的宝物 太具体的东西却并未试过 当然不是因为偷懒的云故 而是里边的法力是有限的 每试一次都会消耗许多 灵符难得 这样的浪费灵玄当然心中不舍 可即便没有用 灵玄依旧对他信息十足 毕竟是仙界的宝物 于情于理都不应该让自己失望 果然 星光大作 以直径摸许的金色云彩 幻化而出 与之符嘴的是可怕的灵牙冲天而落 那金色的云彩将连玄包裹 跌跌的一转之下 化为了金光闪闪的漩涡 向前方直冲而去 这是什么苦 然而田小剑见识广博 此时此刻也不由地目瞪口呆掉了 不过凭直觉也知道此物非同小壳 他的脸上满是警惕之色 不好 快读 以惊雷般的声音却突然传入耳朵 田小剑看不出此物来历 魔族大同灵眼光见识却是不俗 昔日 他同真灵也交过手 这张仙界灵符又怎么会不适得 若是自己全胜之时 区区一张俘虏 自然是不放的眼里 然而事已时宜 他今非昔比 如今只剩下一缕残魂而已 田小剑虽说已到了斗劫终极 但九杀真魔功 毕竟未练至大城的境地 仓促之间对上 仙界灵符还是太危险 而两人如今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那当然要提醒田小剑小心在意 要说 魔族大同灵眼光见识非同小可 这提醒也是很及时的 然而他忽略了一点 田小剑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物 为这个铜炉 他苦心谋划这么多 眼看已精到小的宝物 怎么甘心功亏一亏掉呢 虽然他也看出 林轩施展的灵符非同小可 但那又如何 魅力再大自己也要试一试才甘心 给我扑 田小剑一声大喝 双手急舞 一道道法觉油纸掌尖 鸡舍而出 缕缕刀光如点光火石 将虚枯撕破 散发着法子之力 向林轩劈坎而去 面对这么迅猛的攻击 林轩却是视无物 那金色云朵所化的巡温 丝毫停顿野屋 只闻霹雳声大作 从里边喷出 无数金色雷火 声势惊人到 未复加利物 沙士坚方圆树母 目光所及的范围 都被笼罩住了 林小剑瞳孔微缩 也看出这金色雷火威力不俗 深深呼吸 一拳朝着胸前 就雷了过去 鲜血喷勃 漫天的血雾 迅速被刀光吸收掉了 田小剑的脸色 变得苍白无比 那口鲜血中 所包含着他不少 本命元气 看招 天魔狂舞 半次田小剑一声大喝 那屡屡刀光居然 发生变化了 只见虚空扭曲 刀光归于虚无 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个古魔浮显而出 或双头四臂 或头上升脚 行貌各不相同 但每一个街獠牙外露 就与真正的天魔 现世是一样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天魔明明是幻化之物 跟每一个天魔所散发出来的灵牙 居然都与杜杰存在 相差仿佛 而数量足有十余个 临旋瞳孔微缩 田小剑果然非常小可 居然能施展出如此惊人的招数 不管他再强又如何 仙界灵符岂是那么好对付 噼里啪啦的爆响声传入耳朵 那一个个的金色雷球同样发生变化 火散吕长虚 或形态威猛一击 浑身散发着不可思议的灵力 是天心化灵符 简而快夺 你绝对赢不了 魔族大统领的声音中也 隐含了一丝惊慌之色 可这时候再想跑已经晚了 一个个真心浮显日出 大展神通将天魔斩出 噗 田小剑一口心血喷出 这次却不是想要施展什么秘书 而是本命法宝受损 心神牵扯下 所受到的伤非同小可 而这么好的机会 林玄自然不会放过 浑身轻芒一起 就向外飞去了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 整个过程 巡武竟没有出手阻止 或许是因为 心界灵符威力太过可怖 他没有把握 故而选择了退缩 真灵的智慧可是非同小可的 自然懂得审视度视 事情到此也算是高一段落 林玄成为了最后的幸运者 可听小剑会善罢甘休吗 第三千三百五十二章 似曾相识 功亏一贵 费尽辛苦 最后宝贝就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 腾小剑心里自然是郁闷 愤懑到了极处 可有什么用途 睡至此 再傲丧 也改变不了什么 腾小剑深深呼吸 浑身上下 磨盲大棋 化作一道金红飞出去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 夺宝失败 固然令人愤怒 可当务之急 却应该是快点离开这儿 这儿已成是非之地了 拍卖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对于羽兰伤忙来说 是沉重打击 颜面扫地 于情于理 他都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腾小剑虽是自视甚高的修仙者 却不会去招惹这样的旁人大物 冯氏双模行事 无所顾忌 但在田小剑看来 却觉得这兄妹俩 欲不可及 他的想法 既然与冯氏双模迥异 当然不会重蹈两人的覆辙 不管如何 先离开此地 可恶 想想煮熟的鸭子 在最后一刻飞走 田小剑心中不满一击 脸上亦多出了几分猙獰之意 姐儿 你不用如此 其实刚刚你运气是不错的 就在这时 一苍老的声音传入耳朵 语气之中 却还有几分得醒之意 不用说 是魔族曾经的大统领 义父 何愁此言 田小剑却大为不满 莫非是在激讽于我 不仅没有得到宝物 还被别人给重创 这样的结果 也称得上是运气不错 小家伙 为父与你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激讽于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若知道自己 刚才遭遇是先进灵符 就不会这么说的 魔族大统领的声音 也带着几分会怒 连称呼都显得生分了许多 一副息怒 进而也是因为失了宝物 心情不好 故而才会对你有所冒犯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可否告诉我 什么是先进灵符 田小剑不仅没有发怒 态度反而比刚刚好了许多 理下愚人必要所求 这句古话果然没错 仙界灵符 自然是上古真仙 所绘制的佛路 难道下界存在 还能制作出 仙家宝物不成 田小剑哭笑不得 这句话说的等于没说 堂堂魔族大统领 居然是如此小气的人物 自己刚才明明已经 道过歉来 早知如今何必当中 得叫剑无奈之下 只好继续陪笑脸 义父 你是说刚刚那家伙 最后寄出来的宝物 是仙界灵符吗 不错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仙界灵符 而是天心化灵符 此符欲强则强 即使在仙界的佛路中 也是大大有名之物 别是老夫遇上 也会大肝头痛 好在你所遭遇的 似乎只是一张残符 否则你现在已魂归地府 而不是仅仅 受这么点小伤了 哦 听义父这么说 天小剑果然一扫之前的 郁闷之色 对方居然有这样的宝物 那自己失去宝物 也是无可奈何 可是 如今没了同毒 义父 我还怎么去寻找明和神果 天小剑为难地说 放心 能够进入明和之地的宝物 并不止这一个 老夫总会为你想办法的 魔族大统领微笑着说 多谢义父 天小剑的脸上露出 大喜国王之色 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多礼 你的实力越强 对老夫来说 也能得到更大的好处啊 只是即便能够进入明和 想要寻找到神果 也比想象的困难许多 魔族大统领忧心忡忡地说 那里可是高手如云 想者如雨 别的不提 这次夺走铜炉那家伙 肯定会出现的 出现又如何 为了明和神果 难不成还退缩吗 天小剑的脸上 却并无畏惧之色 这次被他夺走宝物 是因为我自己准备不足 下次 我可不会再重蹈覆辙 哼 我是这么说 那神秘修士的实力 绝不容轻辱 即便不使用仙界灵符 他依旧是难得一见的强者 百分之百会是你的劲敌来着 奇怪了 这么一位顶级强者 老夫怎么会从未听说过呢 魔族大统领最后一句 确实在自言自语 其实是义父感觉到奇怪 他给我的感觉也是十分熟悉 四层僵实 偏偏这人的面目 却是完全陌生的 李小金一手符 微声同样露出了 若有琐瑟之色 你是说 这个人你原本应该认识吗 只是他施展了易容之术 魔族大统领 也是聪明绝顶的人物 自然是 文贤歌儿之雅异 不错 那你可有心所吗 对战的强者 魔族大统领 也是有兴趣的 没有 李小金摇摇头 然而这句话 他其实撒谎了 虽然容貌身材 皆有不同 但不知道为何 李小金一下子 就联想到了林轩身上 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敢说 他应该有八成可能性 只是自己能够训练得 如此迅速 那是因为有魔族大统领的指点 与相助 林轩虽然资质不俗 但凭着苦修 怎么可能与自己相同的成就呢 只是若不是林轩这个宿敌 自己怎么会感觉这么熟悉 一时间 李小金也拿不准主意了 而这个消息 他刻意隐瞒下来 并未告诉给魔族大统领 李小金的疑惑暂且不提 林轩此刻 早已经在数十万里之外了 这次拍卖会收获还是丰富的 不仅得到了问心果 还有这压轴的宝物 这铜锣既然引得各方高手争夺 显然是非同小可之物 平心来说 原本林轩并不打算出手 毕竟寻找月儿才是第一药物 而高手太多 一旦出手争夺 稍有不好就会被卷入 极其激烈的漩涡 节外生枝不是林轩想要看到的 原本林轩仅仅是想要旁观 哪想到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群雄争夺 连人物都滕浑水了 可谁也没想到 那最后铜锣居然莫名其妙地掉到自己脚边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合 只能说自己运气实在太好 林轩仅仅以至于 这样的好运 虽然不能白白放弃 最后虽然费力分多者 但总算是得到宝物 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而现在他也摆脱危机了 第三千三百五十三章 重获救宝 林轩的心情很不错 他将神石放出 确定方云数万里都没有别的修行者 换句话说 自己已经彻底安全了 虽然费了分波折 但确实获得了足够好处 现在应该去与兴儿会合 林轩熄了口气 浑身上下兴芒那起 很快就消失在了远方的天际 天色有些昏暗 这是一片了无人际的荒原 突然青红一闪 一道人影在虚空中 无声无息地浮现 一眼望去不过二多岁年纪 容貌亦平凡已急 不允说正是林轩 应该就这了 林轩游牧四顾 周围的环境被他一一尽收眼底 虽然他对阴丝界并不熟悉 但也可以肯定 这儿就是自己与兴儿 商量好的会合之地 只不过方云万里 并无修饰的踪迹 看来那丫头并未到这儿 这不算稀奇 毕竟他的顿光速度 没法与林轩相比 稍微慢生一些 意识情有可原的 林轩不着急 在拍卖会上 兴儿并未暴度刑警 与情与理都不会预解危险的 自己只要静心等待就可以 林轩自由边留出了一丝笑意 恰好 自己也正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目光所及 一座陡峭的身风映入引连 高不过千丈鱼 上面也没有多少植物 更不要说羞耻的痕迹 显然只是一座荒山而已 林轩绣袍一幅 犀利见光于而出 很快就开闭出离座洞服 虽然有些简朴 但作为临时的西珍之所 已非常不错 林轩里上露出了满意之所 身形一闪 就飞进去了 洞服中明亮宽敞 林轩绣袍一幅 将一个铺团取出 最后在上面盘鞋而坐 虽然赶了这么久的路 但以他的实力 自然不会感受到疲惫什么 于是林轩也不耽搁 直接取出了自己 要处理的宝物 那是一圆道大小的圆珠 在珠座有黑之色 表面上并不起眼 然而拿到身前 隐隐竟有风雷之声 传入而断 林轩把玩这件宝物 此宝名为 阴凤珠 乃至从天幽鬼声那里所得 有着不可思议的妙用与效果 曾经收取走林轩的本命宝物 还好林轩不是普通的修仙者 九宫需见有九九八十一柄之多 其每一柄都接认到无以复加的力部 否则说不定还会被对方将此宝毁掉 但不管如何 这都是一点了不起的宝物 既然为自己所得 林轩当然要好好研究一番 在这之前 则是收回九宫需见 林轩心中如此想着 微微将一点法力注入 可没有效果 这阴凤珠 他竟然无法驱测 林轩差异之余 又一连换了好几种秘术 依旧没有用途 看来这果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林轩此条斌露出了一丝笑意 不怒烦喜 虽然这宝物神奇 却也难不倒他 还好自己当年 未将天妖鬼圣的冤英灭出 否则如今还真是一筹莫展 脑海中间的转过 林轩取出了一个玉盒 鬼圣的冤英就封印在此处 双目紧闭 显然已陷入了昏迷 对于这道怪物 林轩当然不可能有手下留情一说 直接抽搐练破 通过搜魂术 很快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线索 林凤珠 全是通电灵宝 而且是排名靠前的偏门宝物 难怪九弓虚剑 也会被他给收取掉 林轩难难自语的声音传入耳朵 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通过搜魂之术 通报局 也是了然于心了 而以他的实力 只需要稍稍烈化就可驱使 林轩也不耽搁 闭上双目 直接在心里参悟起通报局来 艰难晦涩 但那是对一般修士来说 而林轩可是连先天之物都能驱使 区区一顿通报局 自然不知一提 受过时辰一顾 已是大有收获 虽然没有练到游心的地步 但仅仅是驱使对敌 亦没有问题 急 林轩一指向金点去 破碎声传入耳朵 空间波动骤起 诸宗将一枚石子投下小壶 泛起了点点涟漪 随后云南波 闻中出现了一怪物头颅 张开血本大口 将一道青芒 吐了出来 正是九宫虚剑 不过与先前相比 林芒暗淡了一些 此霸虽然无法将九宫虚剑回去 但灵性多多少少 也是有一定的受损 不过没有关系 这对灵性损失 根本不值一提 只要稍微用阴火培育 自然能够恢复如初 最后林轩又将一个锄袋取出 看天有鬼圣 又有什么遗物 一度这些老怪物的身家 自然是非同小可 然而能让林轩看上眼的 并不多 当然还是有极大的收获 别的不提 光是各种品阶的名识 就有上意 说起来也好笑 自己怀揣这么多名识 由此不至 还费尽辛苦的去找雨兰山盟换取 当真是多此一举 不过炙热情侣必有一失 犯这么一点小小的错误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林轩自然毫不客气 将这些名识都收入怀里 事情到此可以说已经高一顿落 清点完天有鬼圣的宝物 林轩又在怀中取出那个铜炉 大气古朴 上面雕刻的画纹更是神秘到极处 然而林轩依旧是看不出 这究竟是什么宝物 按理说这是不应该的 林轩的眼光见识 那可是非同小可 而这铜炉引来那么多高手争夺 肯定是非同一般的宝物 怎么会没有丝毫献死我 林轩脸上读出了不甘心之策 看来唯有以后再慢慢打听了 说起来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 幸而差不多也该来与自己会合 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是阴性前无 那丫头该不会遇见什么危险 毕竟因此地府可是危险遍布 林轩心中浮现出了一缕担忧 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他突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震一而起 化作一道惊鸿 离开洞府 来到万空 只见远处的天边出现了个光点 不 是一道惊鸿 正飞向这边 林轩眼睛微眯 最后脸色就变得难看一击 浑身兴芒一起 化作一道惊鸿 迎了过去 第三千三百五十四章 如愿以偿 幸而 怎么回事 是谁伤了你 很快 于远方的惊鸿相遇 果然是幸而此女 不过此刻 他就显得狼狈一击 林轩一眼扫去 就知道他所受的伤 非同小可 嘴角边 隐隐还残留着 烟红的血迹 没事 我回的时候 遇见了金月师王的手下 好在一番激震之后 我总算斩杀强敌 幸而的言语间 确实不甚在意 如今可不是上古 方言阴似地府 依旧忠于阿修罗王的存在 已经不多 金月师王更是野心勃勃 千方百计 阻止王恢复实力 想要将其斩杀在萌芽里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是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 原来如此 听对方说了事情的始末 林轩脸上的表情 自然也是颇为傲丧的 这些年 月儿想必是吃了不少苦 你确定将所有的追兵 都已经摆脱了吗 应该是这样没错 幸而如此这般的说 他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因四界鬼族种类极多 有不少都擅长隐匿之术 表面上他虽然灭伤了强敌 但是否有了王之鱼 确实也是不太说得清楚的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们就离开这里 林轩的实力不用提 并是普通的杜劫机存在 也能灭杀的 但那又如何 因四地府高手无数 像金月师王这个等级的强者 更不是他现在可以抗衡的 俗话说小心无大错 所以林轩觉得还是离开这里 是万全利先 幸而自然没有意义 于是两人浑身青芒大起 连成一线 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很快两人就消失在天际 原本荒芜的平云 又恢复了沉寂 一阵风吹过 松软的沙地突然 显现出一个人影来 五官眉眼 微妙微笑一急 低沉的冷笑声 传入耳朵里 哼 阿久罗王的仆族 终于发现其线索 天上明王大人 一定会高兴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最后恢复了神迹 一阵风吹过 沙地也恢复云 仿佛神们也不曾发生过 幸而 你感觉如何 还好 少女虽然这样说 然而脸色却比刚刚更加苍白 显然她所受到的伤势 非同小壳 而没有休息 一直赶路 让伤越发得重了 不用勉强 你吞下这枚丹药 试试感觉如何 林轩自然 不会置之不顾 就跑一幅 一颗新红色的丹药 飞楼而出 多谢前辈 幸而倒也 并不怀疑 一口吞落 林轩 若要对她不利 动动手指就可以 根本无需这么麻烦 这个道理她心中有数 所以也就不会以小人之心 赌君子之父 而这是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很快 药力化开 幸而的伤势逐渐好转 这不稀奇 林轩拿出来的伤药 自然是非同小可 虽然不能活死人肉白骨 但治疗这种程度的伤势 则不会有太大难度 两人顿光迅速不知不觉 又飞出去了百万里之远 林轩将实时放出 并未发现其他的修饰踪迹 于是光芒一脸 随意选了个荒山降落下来 幸而明白她的意思 也跟着来到山顶上 前辈 这问辛苦 少女来到林轩的面前 伸出手来 在腰间一拍 只见灵光一闪 将一个浴盒取出来 将盒盖打开 取出一枚灵果 荒眼一看 与苹果不有几分相似之处 当初拍下此物 林轩并未收着 而是交予了幸而保管 林轩如此做 当然也是因为心中坦荡的缘故 其实幸而内心深处 已相信她是少主 只是为了王的安全 才不得不慎重一点 而现在谜题马上就要揭开 幸而竟有些紧张之意 反而是林轩这个当事者 表情要轻松许多 毕竟她从未撒谎过 当然也没有必要害怕什么 林轩取过分心果 毫不犹豫地一口咬落 还别说味道还真不错 几口下去就全部吃完了 要过一点茶的功夫 算算药力应该已经发作 于是由幸而开始提问了 你真的是林轩吗 如假包换 王的未婚夫 当然 于而是我今生今世最爱的女子 平行来说 这样的提问有些傻 不过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林轩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回答 参见沙主 一晃过去了扮着啥的功夫 幸而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 林轩都毫无犹豫 一一作答 如此一来 她的身份自然 毫无怀疑之处 幸而松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如是重负 虽然她内心深处 已相信林轩就是少主 但不经过味心果的测试 自然是不敢肯定的 而如今 则丝毫怀疑也无 心情小臂多有失礼 还望少主不要介意 不用多理 林轩抬手虚扶 你我也算是同生共死过 不必这样客气 对了 月儿好吗 她现在在哪 林轩脸上都出了几分关心之意 这些年来小丫头一定吃了不少苦 她恨不得就马上就与爱妻重逢 少主放心 王的势力虽然尚未恢复 但也今非昔比 她如今牺牲在安全的所在 这就好 你带我去 少主既有吩咐 小鼻当然是遵从的 杏儿的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 作为阿修罗王的仆族 她算是月儿极为信任的心腹 对于王与这位少主的感情纠葛 也颇为清楚 在月儿的闺房 她甚至还见过林轩的画像 知道王对于这位少主 是思念到极处 如今他们有望重逢 自然是乐见其成 如此多谢你了 少主客气 这是小鼻应该做的 杏儿 我已经说了 不用这么客气 林轩有些无奈的声音 传入耳朵 是 杏儿的脸上则露出了几分笑意 一路上 林轩询问月儿的近话 如今她的身份 已经是得了证实了 杏儿自然 再无隐瞒之意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什么 月儿已经进阶到杜绝期了 林轩听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丫头不愧是阿修罗王转世 修理速度 堪与自己 天小剑相比了 第3355章 因物沼泽 不过想想也不稀奇 当初在人界之时 月儿展现出来的天分就无与伦比 如今回到阴丝地府 自然更加了得 阿修罗王转世 自然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月儿的境况究竟如何 虽然在此之前 对方也大略提过 不过那时候 林轩的身份 尚未得到证实 对于言语 自然就有所保留 如今事已迟疑 杏儿心中已再无芥蒂 于经与李林轩 当然都要仔细询问一番 王的处境 并不是太好 说到这儿 那名叫杏儿的鬼族少女 脸上露出了一丝沮丧之意 原本清秀的面容上 隐隐有几分怒意 雷轩她的口气 果然是如自己的猜测 你能详细告诉我吗 雷轩的脸上满是从容之色 这种情况她已经预料到了 自然不值得生起 当务之急 是弄清楚阴丝界的形式 自己才能火中取栗 为月儿遮风唐雨 王的神通尚未恢复 而阴丝界强者很多 这些家伙 也不想想吸制阿修罗王 对他们的恩德 有很多人 都有异心了 少女会怒的声音传入耳朵 雷神泽一言不发地 在旁边听着 此女口才不错 随着娓娓的声音传入耳朵 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了清楚 果然如自己的猜测 月儿失去阿修罗王的力量之后 很多大妖鬼不服 如此一来 她的处境自然不利到极处 甚至有些心狠手辣的家伙 打起斩草除根的主意来 幸好月儿运气不错 准事之前 更是留下了不少后手 孤儿才能够化险为夷 而阴丝界妖鬼无数 念旧的也很多 昔日阿修罗王威望极高 倒也有一部分 依旧中间于他的力量 可即便如此 处境依旧不利 修金界说到底 还是强者为尊的 月儿想要重新成为因此之主 只有一条路 什么 月儿还希望重新成为因此之主 内宣大惊失色 原本她只要小丫头平安喜乐就好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当然 王头太准事 虽说是迫不得已 但阿修罗王精彩绝眼 又启同等闲 太具体的情形 自己不清楚 但王可是留下后手的 只要将修罗七宝造足 就能恢复昔日阿修罗王的荣光 杏儿双手合十 脸上满是期待之意 难怪杏儿的脸上满是憧憬 别看他们现在处境艰险 但只要阿修罗王恢复昔日的力量 一切难题 自然也就迎耳而解 什么 修罗七宝 少主你不知道 曾乃王准事前 留下来的后手 只要将这七进宝物操作 王就能恢复昔日的力量 如今 已经确定 林军就是少主 昔日对他自然不会隐瞒什么 文一维讲述 修罗七宝 可是今天之物 非也 表面上看 只是平常的东西 普通的修士得到 也没有用处 包括了项链 手镯 梳妆盒 什么 梳妆盒 姓儿怀疑未落 就被林军打断 不错 七罗七宝有一件 确实是梳妆盒 怎么少主你曾经见过 姓儿脸上露出了 大喜国王之色 为了凑足这七件宝物 他们这些 忠于阿修罗王的修士 不知道费了多少辛苦 然而太难了 想要得到一件 都难如登天 更不要说将七宝 全都凑足 如果少主碰巧有一件 那真是太好 他破底细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然而 林军 并没有回答此女的问题 而是闭上双目 陷入沉思 梳妆盒 自己确实见过 数百年前 南龙真人与 千千仙子两人 举行双修大典 兵破宝蛇 两位圣祖 不惜破碎虚空 也要前来祝贺 两人还送上了 三件不得了的宝物 却仅仅为了 交混一书装盒 说什么诗文传承之宝 虽无用处 却不能流落于 外人之手 纯粹巧音令策 堂堂真魔十足 会因为这样的无聊理由 而做亏本的生意 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时所有在场的修行者 皆百思不得其解 毕竟是大喜的日子 南龙真人不愿节外生枝 也就同意交换 现在想来 林轩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在梳妆盒 极有可能就是修罗其宝 对了 还有手镯 林轩又记起了自己 在失落见面的经历 阿修罗王行宫 自己得到了一个手镯 却不知道有何用处 而无巧不巧 冰魄的纷纹 就来到了此界面 她费那么大的辛苦 绝对是有用意的 此女还与青岩尊者合作 就为这手镯 也是修罗其宝吗 还有刚刚的项链 如此算来自己手中 就有两件阿修罗王 留下来的宝物 林轩心中如此想着 却没有想说 倒不是信此女不过 而是这一切只是自己猜测 究竟是不是还要见月儿 才能定夺 林念至此临身不由地 轻松了许多 而想要快点见到月儿的心情 也更加迫解 然而此事急不得 听幸而说 月儿如今牺牲在鹰雾泽 鹰雾泽听起来名字很不错 其实是在阴丝地府 却是令人弹指色变的 这是阴丝界著名的险恶之地 顾名思义是一大片沼泽 面积广阔 难以言数 外围也就罢了 虽然也有一些危险 但还可以供修士们冒险 然而月儿往里头走 越是恐怖 别说你是普通的修仙者 哪怕是杜杰级别老怪物 也有可能在那儿陨落 月儿怎么会藏身于 这么危险的地方 林轩大惊失色 少主放心 这是王转世 淘汰以前就安排好的 黄修罗王的安排 不错 自己准事以后 肯定无法再号令阴丝地府 甚至还会出现 不少心灰不轨的家伙 这一点王早就料到了 所以他留下了一席身之所 阴武则危险并不 但这些危险 也就是最好的天然屏障 兴儿微笑地说 嗯 所言不错 林轩想讲 确实是这个道理来着 既然如此 就没有什么好犹豫 我们去 阴武则 第三千三百五十六章 纯颂任 说做就做 林轩想与月儿重逢的心情 可是十分迫切的 也不知道是机缘巧合 还是运气不错 接下来的旅途 两人居然没有遇见一点波折 说一帆风顺也不为过 半个月后 两人来到了 阴雾沼泽 这就是约尔西深之所吗 林轩来头看着 面前的沼泽 表面上看 也没什么出奇 放眼望去 整片沼泽似乎 都笼罩着 浓浓的雾气 而这些迷雾 对神石有一定的压制效果 让人无法探测 在沼泽的身处 究竟有什么的危险潜伏 不错 王藏身在沼泽身处 在那里 他可以躲避敌人的暗算 与偷袭 杏尔恭敬的声音 传入耳朵里 那我们怎么进去 林轩有些好奇 杏尔说 此沼泽的危险程度 虽然不及鸣合 但也是阴丝地府 有名的决定 外围还可以作为 修士的士令之所 越往里走 危险可是越可怖 就算妒忌急于的老怪物 也有可能将小面 交待在那 月儿之所以 能够将这里 作为牺牲之所 还是因为阿修罗王 顺无一策 在准时投胎之前 就安排下了诸多手段 否则 他们绝无可能 在这里生活 一路上听了杏尔的描述 林轩对月儿的安全 算是放下心来 可要怎么进入 因物沼泽 却一直是心存疑惑的 少主放心 找到自然危险 但王早已经安排好了 传送手段 我们不用冒险 传送阵 林轩听了 却并未欣喜 脸正的担忧 反而挥之不去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可凡是有利就有弊 你们有没有想过 唯一传送地点暴露 月儿将陷入极大的危险吗 少主是在担心这个 放心 王早就想好了 兴儿笑咪咪地解说 首先 负责传送阵的几名修士 也都出自于阿修罗的朴族 对于王忠诚的 不会有问题 其次 设立车送阵的地点 也是巧妙一级 对方是不可能发现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 别忘了 一旦将你们俘虏 可以试斩搜魂之术 林轩脸上露出了 不以为然之色 大有点醒之意的开口 搜魂又如何 得到消息 也只会是错误的 堂堂阿修罗王 怎么会连这点手段都没有 兴儿的脸上满是骄傲之色 看得出 他对阿修罗王 是绝对忠诚的 何况对方 即使找到了传宗阵 没有王 亲手赐下的御符 也休想将阵法启动 听了兴儿的娓娓讲述 林轩算是将一颗悬着心 放下来 虽然这些手段依旧有破解之策 但无论修仙界还是世俗 原本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万全的 平心来说 鱼儿的前世 那位精彩学院的阿修罗 已经是考虑了周全了 但这些手段浑浑相扣 想要破解其中之一 都要费诺大的波折 更不要说将其全部解除 那几乎是难如登天 理论上 鱼儿依旧有危险 但真威胁到她的情形 其实根本就不太可能出现 林轩将心放在肚子里 让兴儿在前面带路 只要找到转送阵 很快就能与儿团聚 一别受仙载 林轩真的非常想念 俗话说 尽相情窃 快要见到相爱的人 却是同样的道理 林轩的心也变得火热一击 幸而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对之举 浑人轻盲一起 就朝前方飞过去了 林轩嘴角边露出了一丝笑意 不计不许 跟在此女身侧 而两人虽然未曾掩饰容颜 修为却有所改变 且惜收敛 放眼望去就只有原因期 而他们这么做 当然也是有着原因与目的的 林武沼泽虽然凶名远波 乃因司界著名的贤弟 但里边的天才地宝 数量也是极多 对于修金者而言 这是个不小的诱惑 找他深处 当然是没有人敢去冒险 传说 杜杰级别老怪物 也有可能在里边陨落 然而外围的数万里 却不防止 来自各族的阴魂鬼物 常常将这儿作为失灵之地 采摘灵物 或者猎杀里面的 妖兽一族 都可以获得不少的宝物 所以在沼泽的边缘 时常可以碰见修仙者 两人的实力实在太眨眼了 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才要收敛气息 还别说 一路上当真遇见了不少 阴魂鬼物 形态种类都大不相同 让林轩大开引进 他来到阴思界 虽然已有一定的时日了 但阴魂鬼物种类众多 不选择于古魔 林轩自然还有不少 没有见过的 而收敛气息 果然是明智之举 一路上没有引起 任何羞耻的注意 经过一天一夜的飞行之后 前面出现了一座 修仙者聚居的城市 说城市 其实有些颜值太过 眼前城市的规模 别说无法与林轩以前 道过的一些聚城相比 就算普通的修仙者聚居之地 比他也要大上许多 应该只是一临时的落脚点罢了 毕竟修士们进入阴雾沼泽 不管是否能寻到宝物 欲经欲礼都需要一落脚点 休养生息 进行补给 甚至有一些阴魂鬼物 会将采摘到不知前的灵草 就在这里贩卖出去 得真将实施放出 此落脚点 囊口的面积 也不过是方圆百余礼 可以说狭小已急 在其周围 倒也有一些简陋的禁止 虽然几率不多 但味从沼泽深处 也会混出来一些可怕的怪物 所以落脚点虽然简陋一急 但多少也会布置些防御 不过在林轩看来 这样简陋的法阵 最多也就是起到预警的效果 真碰见强敌 可以说根本没有用处 而据幸而说 这次他们的目的地 就是落脚点的其中一个 大阴隐于世 阴雾沼泽面积广阔 从外面看上去 形态皆差不多的落脚点 数以万计 每一个落脚点 都有南来北往的修行者 热闹一急 将传送阵设立在这样的地方 可以说是非常安全 果然是好注意 林轩也赞叹不已 可惜眼前的落脚点 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两人毫不停留 继续向前飞去了 第3357章 小妙的布置 一路无事 两人沿着阴雾沼泽 转眼间已飞了一天一夜的功夫 其间路过的落脚点 数不胜数 各种等级的英文鬼屋 也尽了无数 由于两人皆收敛气息 故而没有任何波折 就这儿 在飞过了千山万水之后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顶飞的人声传入而乱 方也望去 这是一片开阔的空地 一段简陋的石墙 映入眼帘 那城墙简陋一急 仔细一看 明显是用了土系法术 就地取材 混化而成的 城墙表面刻着些纹路 也不过是些粗浅的防御法术 从表面看上去 这个落脚点囊括的面积 也不过是百余里 不论大小还是格局 都有一路上预见的落脚点 大同小异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异 然而 据杏尔所言 那神秘的传颂镇 就设立于这 大隐隐于事 果然是神庙的算计与布置 雷军心中也不由得赞叹不已 这个落脚点毫不出奇 谁能想到 他其实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走吧 雷军冲杏尔打了个招呼 浑身轻芒一起 当先飞过去了 很快就到了 雷军将顿光降落 迈入尽了这个简陋的落脚点 由牧似固 里面的建筑 大多简陋一极 规模也根本 没有办法与真正的修行者 诚实相比 然而 麻雀虽小 武藏巨神 大帝的格局 却与黑石城相似 能够来这里的 自然也都是修行者 所以城中最大的一块区域 却是方式 方式中除了固定的店铺 临时的摊位 更是数不胜数 难来北往的修行者 只要想从这片区域进入 阴雾沼泽 都难免会在这里补给 而在阴雾沼泽中 有所收获 只要不是特别珍惜的宝物 一般也都会在这里 摆摊 贩卖掉的 所以落脚点 虽然不大 但方式中的叫卖 却是此起彼伏 热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 林轩与兴儿连迈走路方式 虽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因为 其他来到补给点的阴魂鬼物 也都是与两人一样的动作 林轩虽然想要与月儿重逢 但以他的心性脾气 也明白不能急于一时 过而在方式里 林轩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急切之色 反而如同一名普通的修行者 在各大店铺 与摊点间流连 甚至还买了不少宝物 就仿佛真的是为了补给与修行 总而言之 分子毫破绽不露 虽然这么做或许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但为了月儿的安全 小心一些自然是没错的 一晃眼 一时正午 雷神与姓儿悠哉悠哉的又进了家店铺 这是家杂货店 顾名思义 所卖的东西也是繁杂一击 功法俘虏 材料宝物 各种修行所需要到的东西 可以说是不一而足 也不知道是不是既然巧合 这时候店铺中的修饰并不多 修为也递得离谱 居然只有几名筑机器的阴魂鬼物 故而由伙计侍女应付 至于掌柜的 则坐在一张太师椅上 一脸悠闲的神色 林轩神时早过 发现掌柜的修为 也不过是宁丹而已 容貌更是平凡已及 他不同于其他的阴魂鬼物 长得倒像是普通的人俗 一眼望去 就是一胖胖的书年大树 而林轩两人进门之后 原音器的修为 没有什么了不得 在这里却显得有些 可力机群了 那掌柜作为宁丹器的英魂鬼物 自然也不敢怠门什么 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前辈 想要买些什么 小店碎小 货物的种类却多 绝对能让您 宾置如归的 要买几种珍稀衣的材料 清单在这儿 老板你看看 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 杏儿的表情平静已及 随手将一个 有黑的玉红丢了过去 老板也不在意 一小结果将陈石放入 很快表情变得狂喜 哦 前辈要买的这么多宝物啊 哎呀 那是本店的大主顾 贵宾了 来来来 请去楼上详说 林轩宇月儿自然 不会有什么任何意义的 这样的一幕 在休闲节 也是平常一集 其他的修饰 皆不以为意 随后两人顺着楼梯 与掌柜一起到的楼上去 楼上有不少包厢 掌柜引领着两人 走入贵宾房 里面布置着古朴典雅 掌柜却走向了 面前的一幅壁画 至今他小心地将壁画移开 咔咔咔的声音 传入耳朵 一个通道 显露于眼帘 好巧妙的布置呀 林轩宇不由得 汗手赞许 机关傀儡之术 在修行界布置一题 然而用得好了 却能够收到 意想不到的创意 像眼前 布置静置 法阵固然方便 可碰见神识强大的修饰 确实很容易暴露的 反而机关傀儡之术 没有法力波动 更加的隐蔽 门天过海 就是这个道理 请 掌柜做了个动作 林轩将神识放出 发现的通道 确实长得离谱 通往地底深处 显而当心走下去 林轩也不迟疑 落后几步距离 跟在后面 通道比想象的 还要长一些 黑乎乎的 身不见底 但林轩自然 不会有分毫畏惧 神色轻松一击 足足过了 一阵茶的功夫 面前终于 出现一点光亮 幸而连忙 加快脚步 林轩也跟紧了一些 要走白玉帐 面前豁然开朗 他们来到了 地下的石窖 而这里倒是非常广阔 去里面 至少有数千掌 林轩由莫思顾 整个石窖的风格 一下子就尽受眼底 别无他物 在石窖的正前方 有一个传松阵 当真是惹眼已急 林轩的眼光不用提 以他经历之丰富 曾经见过的传松阵 数不胜数 然而就眼前 这所之精妙繁复 比之跨界传松阵 也不逊色 而在传松阵死修 则占着两名修仙者 一男一女 那男子容貌平凡已急 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年纪 女子则是一白发老玉 老太隆重 笑容可居 两人的修为 也不过是原因急 这不稀奇 守护这个传松阵 最重要的就是忠心耿耿 至于修为 反而是次要的 或者说不知一提 第三千三百五十八章 石破陷阱 来到此处 兴而自然 无需再掩饰什么 浑身兴芒大作 因其绕体 很快就展现出了 分人兮鬼物 才有的强大实力 然而那一男一女的表情 却是平静已急 可以说是无睹 右手抬起 从少女伸出手 都有几人到了此处 想必 有待着传送服 这是自然 星儿也不多说 御守一伏 灵光闪过 两个巴掌大小的灵符 飞离而出 果然不错 那男子伸手接过 翻来覆去 查看了下御服 既然上去误 倒有可以站上去了 多谢 星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知情一闪 就到了传送阵上面 至于林轩 动作也相差仿佛 而至始至终 两人对林轩的身份 居然没问过 随后的过程 更是顺利一及 两人念念有词 双手起舞 一刀的法掘打出 如水阴泄地 传送阵上 一刀的光芒亮起 最后 浓厚的阴气 包裹出两人的身躯 朝情意向消失 两人也同样 不见了踪迹 一切似乎 都很顺利 可接下来 就有沙哑的声音 传入耳朵 充满了狂喜 又得到两张传送符 真是踏破铁蝎 无米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鬼母大人 一定会重重忧伤 顾纳声音的来源 竟是那容貌平凡男子 然而此时此刻 他的脸上满是猙獰之意 凶威竟然也 暴涨到了分身器 不错 如此守株待兔 确实是最为省师省力的选择 任阿西罗王 算无一策 也绝想不到我们能够鱼目混珠 只要再得到几张传送符 就能将师王的大军运送过去 阿修罗的愚孽们 将死无葬身之地 那老玉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同样难听一击 你所言不错 但也不能太过大意了 阿修罗一族虽然没落 但依旧是非同小客 更何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灰魂鬼物 同样是忠于阿修罗王的 什么阿修罗王 不过是一辱臭味肝小丫头罢了 老玉的脸上露出不宜然之色 这次我们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别说黄泉鬼母 就算是金月师王大人 说不定都会赏赐我们的 这还是我们的计谋不错 云木混珠 上面杂货铺的老板 依旧终于阿修罗 他现在都不知道 人本守护这传送阵的两个家伙 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年轻修士得意地说 这种废物 如今还有用途 只要他在上面 迟早还能引来更多傻瓜 为我们送上更多的传送服 不错 既然还有用途 让他再多活一会儿好了 对了 刚才那两个家伙 应该已经死了吧 放心 我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换了传送阵 这两个家伙此刻 早已经传送到来 荫雾沼泽深处 那可是九死一生的绝地 就算是杜杰级别老怪我 也绝无心理 这样就好了 然而的表情十分得意 倪言文语间 已经倒出了事情的始末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冷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两位道友果然身谋隐虑 在这里守住带兔 不费分毫功夫 却得到了许多传送福 可愿意乖乖地交给我 欢迎未落 只见灵芒昼起 虚空之中泛起点点灵仪 最后浮现出了一男一女 女子端庄秀丽 男子的容貌则平凡已急 嘴角边带着一缕 激巢之意 是你 传送镇边的两名鬼物 大惊失色 几乎快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怎么可能 我明明将你传送到了 沼泽的身处 你们怎么还在这 传送 那不过是你们看待的 混景而已 什么 我们中的混书 你什么时候下的手 两人又惊又怒 不过这时候再追究这些 已经是丝毫一眼无 两人大怒追下 也只好自己动手 只见 阴气如墨 那年轻男子 变成轻面獠牙的鬼物 只为那白发老郁 变化出来的恶鬼 也是非同小可 两个家伙 记起自己的宝物 恶狠狠地 向灵神扑举了 蠢货 面对猙獰的鬼物 林轩却一丝畏惧也无 不管他们的形貌如何可不 修为只有分身级 这点是改变不了的 这种等级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威胁到自己 林轩可没有时间 与他们在这里慢慢地消磨 激烈打斗 更有可能让这个地方暴露 而此种情形 是林轩不愿意看到的 愚蠢的家伙 你们该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了 林轩也不多说 右手抬起 一指向前领出 随着他的动作 空间波动骤起 以靓丽的 金丝浮现而出 两名鬼物 丝毫反抗之力也无 轻而易举的 就被取下头颅 随后呢 金丝一闪 混化成一柄仙剑 薄如蠢翼 阴光闪闪 正是林轩的本命宝物 九宫须鱼 九宫须鱼顾名思义 也是拥有九种属性的 每一种皆拥有莫大的威力 刚才林轩用的就是混剑 既能够将幻术破熟 也能够施展障眼之术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凭心来说 两个家伙打扮并没有留得出破绽 可他们偷混玉符 怎么瞒得过林轩的眼睛 简微支柱 林轩立刻知道他们心怀不归 不过具体原因 他还不清楚 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一九宫须的剑 施展出障眼之术 将对方骗过 且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人们以为要费分拨折的 那这儿这两个家伙得意忘形之下 居然竹筒到豆子 将其中的云尾依盗来 既然弄清楚了事情的始末 林轩当然不会再客气什么 将换售解除 之后以九宫须的无上威力 将两人轻易地斩杀 原鹰也没有机会逃脱 竹筒自然也落到林轩手里 然而他将尘尘放出 却只找到了两张传颂阵 其余的却不见踪迹 而听他们刚刚的言语 在这里之前 倒霉的修饰 还有数个 其余的传颂服都到哪儿去了 少主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杏尔的脸上满是忧虑之色 第三千三百五十九章 黄泉鬼母 幸而担忧 并非无地放尸 原本以为 传颂阵的布置 应该是问无一失 没想到 却露出了对方的算计 这里既然有了变故 连不少传颂服 也落入对方的手里 那王的牺牲之处 岂不是也没了秘密 甚至极有可能 已经闯入对外敌了 一有心算无意 那王的处境 那是糟糕一急 这道理幸而能够想清楚 林轩又何尝不晓得 对月儿的关心 他可丝毫不在此女之下 林轩的性格沉稳坚毅 但此刻也不由地满脸荒急 关心则乱 就是这个道理 不管敌人现在是否已经动手 月儿的处境 那已堪忧 必须快点与月儿相聚 然后通知他离开那儿 林轩将自己的见解一说 幸而当然不会有意义 于是两人身形一闪 重新来到了传颂阵的上面 随后掏出真正的传颂服 安装在旗上 通过搜魂之术 林轩已经知道 那两个家伙只是在传颂阵上面做的手脚 至于传颂阵 因为太过繁复 却不曾改动过 所以只要有真正的传颂服 依旧能够到达预定的地点 只见林轩右手抬起 一道法军由指尖 击舍而出 乌之声大作 整个传颂阵果然被轻易激发起来 一阵灰蒙蒙的光芒 包裹住两人的身躯 随后 林轩与幸而双双不见了踪迹 鬼母大人 为何不将两人留在此处 这两个家伙 虽有隐藏刑警 但也不过这个分神 一个渡劫而已 以鬼母大人的实力 若是金子动手 应该很容易 就将这两个家伙抹除 为何要放他们离开 传颂阵光芒散去 石教中也恢复了沉寂 然而就在这刻 就一冷冰冰的声音传入耳朵 不过那语气虽然冷泪已极 却不乏恭敬的语气 将两人抹除 哼 优鬼使者 你太小看他们了 林轩与尔的声音 回荡于空气中 随后空间波动骤起 两个人影出现在了视线里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 轻面獠牙 另外一个身形却被阴雾环绕着 样貌看不清楚 他似乎是一风云有存的 宫装美妇 两人的行为都在杜绝期 那美妇所散发出来的阴力 更是展现出了杜绝后期的强大实力 看那两个小家伙 鬼母大人 何处此言呢 拒绝一个杜绝级别的小家伙 以你的实力 应该能够轻易抹除 难不成还会出现什么变故吗 那被称为优鬼的家伙 不能置信的疑问起来 要知道黄泉鬼母 虽然无法与阴丝六王相比 但也是活真价实的杜绝后期 普通杜绝级别的阴魂鬼物 自然无法与他这样的大修饰相比 那分神级别的小丫头呢 自然不值一提 但旁边那家伙 却并非普通的修饰可比 黄泉鬼母冷泪的声音传入耳朵 与其之中隐含了一丝忌惮之意 什么 鬼母大人 你不是说笑话了 那小子虽是忠心修饰 但如何能与你相比 优鬼的脸上却满是诧异 弄不懂对方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虽然刚刚林轩曾出过手 但身为杜绝级别的修仙者 灭杀两名分神器的阴魂鬼物 可没有任何难度 所以他也难以从刚刚那一战中 看出林轩的身前究竟如何 本鬼母并没有看出到什么不妥 不过有鬼应该晓得 我所豢养的灵兽弟弟 别的本事且不说 却能够洞悉人的运气祸福 黄泉鬼母换一位落 只见灵光一闪 以苦头全耳龙身尸尾 麒麟足的异兽 已经到了他的手而处 体尝不过持续 通体却散发出了一股浓烈的祥瑞之气 底庭虽然不是真灵 却是这三界最为神奇的瑞兽之一 传说能够弄撤人的旦夕祸福 过去未来皆了然于胸 这话或许有几分夸大之处 但底庭却能够趋吉避胸 却非妄语 刚才黄泉鬼母也动了心思将灵循留在这 可动手前一刻 地庭却传来强烈的预警 仿佛若是战斗 自己将大火临头 黄泉鬼母百思不得其解 区区一度节中期小家伙 难不成还能威胁到自己 然而好奇归好奇 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尝试 在过去的万载岁月里 地庭趋吉避胸 曾给他帮助无数 有好几次 甚至是死里逃生 所以他即便心中疑惑 依旧决定以瑞兽的判断为主 小心无大错呀 什么 竟有此事 听了黄泉鬼母的描述 幽鬼瞠目结舌 对地庭的洞悉霍福 他同样是心中有数 刚刚居然传来这样的预警吗 难道那相貌平凡的男子 也是后期修饰假扮呢 不 他起初隐藏了实力 在后面应该是度节中期 我也不明白地庭为何会传来这样的消息 可许他修订的功法 威力极大 或者拥有什么了不起的宝物 作为地庭 才会向我示警 黄泉鬼母一边说 一边轻浮手中的瑞兽 具体的原因如何 他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只能是做一下猜测 这么说来 对方还真是非同小可 幽鬼的脸上也露出了心有预计之所 应该是没错 毕竟地庭对霍福的预测 通常都很难抽搐 黄泉鬼母十分肯定地说 可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难不成就视若无睹 若是金月师王知道了 绝不会将你我放过的 那幽鬼脸上又露出了一丝担忧之所 哼 金月师王又如何 本鬼母虽然打他不过 不得不暂且成福 但也是克星身份 并非他的部下 何况 我也没说过将此人之之不顾 只不过是将硬骨头交给别人去啃罢了 黄泉鬼母的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别人去啃 大人是说 幽谈无鬼吗 不错 那五个家伙一向与我们不合 恰好他们也找到了另一个传送地点 我可听说 那无鬼运气不错 得到了传送福 比我们还要多呢 以他们的凶蛮霸道的性格 以及暴躁的脾气 恐怕这时候 已经杀网阿修罗王的藏身之所了 第三千三百六十章 赛玉变故 大人果然神谋云律 有的无鬼虽然是惹人生厌的家伙 但一身实力 却不容轻辱 让他们与那小子交手 我们就可以躲在后面 向那愚人之力 不错 他们若是能够两败俱伤 那自然再好不过 几被一方赢了 多半也是惨胜的结果 到时候法力所剩无几 是生是死 不也任由我们掌握吗 黄泉鬼母的声音 投出几分得意 这驱虎吞狼之侧的前景 当真是令人向往无比 不过那小子 可不是忧谈无鬼之敌 光是那小子一个 自然是打不过无鬼 但你不要忘记了 阿修罗王虽今非昔比 但依旧有不少忠于他的势力 得到这些人的帮助 双方的势力也相差仿佛 而无鬼收集的俘虏够多 多半会将狮王大军 也带过去一步 这一战还真是令人期待无比 多半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黄泉鬼母怀未落 砰的一声传入耳朵 却身前的传颂阵 莫名其妙地军裂掉了 可恶 那家伙将另外一个传颂阵 给毁了 妖鬼勃然大怒 有什么好生气的 意料之中的变故而已 对方虽然没有发现 我们两人的刑迹 但此处的传颂点 既暴露 本着小心为上的原则 对方多半也会将 另一头的传颂阵子给毁了 这儿的变故 本的规模早就料到了 那一大人之间 我们应该如何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发现的传颂点 可不是这一处 另外换一个就行了 黄泉鬼母得意地笑声 传入耳朵 而这一切 林轩并不晓得 此时通过传颂啊 林轩与信儿两个 已经来到了 阴雾沼泽深处 这次用的是 真正的传颂符 按理应该不会 出现什么差错 但林轩小心谨慎的性格 自然早在出来以前 就做好了 遭遇危险的准备 九宫虚剑在身体 周围飞旋着 同时还另外 系起了几样防御宝物 可惜没有用途 或者说 这番准备 根本就是多余的 阴雾沼泽 虽然是著名的绝地 但要说危险并不 却言之其过 至少这一次 林轩两个 就没有遭遇任何波折 于是 林轩好征以侠地 打量起四周的环境 放一望去 是一望无银的沼泽 阴气如墨 生长着一些 怪模怪样的植物 看起来 传颂成功了 林轩松的口气 随后转头 幸尔 应该是这儿吗 不错 幸尔打量四周的环境点头 这应该是传颂点 没错 因为已经是 阴雾沼泽深处 所以传颂点 也不用人守着 但四周的环境 与自己离开时 是一样的 从这一点 就可以判断 这次传颂 没有出差错 得到肯定的答复 林轩绣袍一服 一缕进气 击手而出 直接将脚下的 传颂阵 毁掉 少主 幸尔一呆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另外一边的 传颂阵 已经暴露了 那这儿 也不安全 不管舍不舍得 将其毁掉 都是聪明人的选择 走吧 林轩将手一摆 是以幸尔带路 若自己没有料错 这就离月儿的 牺牲之所 应该已经不远 想到马上 就能与爱妻重逢 即便以林轩的诚服 脸上的欢喜之色 也是掩饰不住的 不 根本就没有必要掩饰什么 自己想月儿了 幸尔点点头 画作一道惊鸿 飞向天边 林轩自然 不羁不虚地跟在后面 与林轩想象的不同 这就离月儿的牺牲之所 还是有点距离的 不过 一路上却没有遇见 任何波折 据静儿说 这片区域以前是没有这么安宁的 不过 阿修罗王未雨绸缪 为了将其作为 转世后的藏身之所 将所有的危险 全部抹除 听起来离谱 但以他当年堪比真心的 乌上神通 想要做到这一点 也不会有太大难求 就这样 两人一路飞驰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的功夫 林轩原本平和脸色 突然变得难堪一击 不好 欢迎未落 他顿光的速度 已比刚刚快了背雪还多 少主怎么了 杏儿有些茫然无措 月儿遇见危险了 林轩却无意多说 论沉石强度 林轩自信比之耐龙这个级别的大能 已相差仿佛 自然远远胜过了杏儿许多 所以杏儿没有发现不妥 林轩却看见在前方约二十万里之外 有一座城池壮丽威格 然而此时此刻 这城却被数之不尽的修士团团为重 不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修盐者 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阴魂鬼物 其中又以炼尸数量最多 什么铜甲师铁甲师 不宜儿子物 望也望去 无边无际 不下百万之数 要是林轩经历丰富 别有些瞠目结舌 而纯炼尸 只见在城池的四周 阴风如墨 而在那黑色阴风中 隐隐绰绰 无数奇形怪状 厉鬼浮现而出 守着各种阴丝界的宝物 想要将那城池的防御 给冲破了 自己晚来了一步 月儿已经遇见莫大的危险了 林轩道谢了口凉起 表情愤怒无比 围让林轩庆幸的事 城并未被迫 整座仙城 皆为一层暗红色的光蕴包裹 无数骷髅头浮现而出 口中喷射出来的灰白色光柱 向城外的阴魂大军挥洒过去 城头上同样有不少鬼族的羞士 这些宝物 可没有太大用途 敌人数量太多 城池之所以没有被攻破 都是因为禁制 非同小可 然而再凝厚的禁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慢慢的被攻破 从这个角度 城中的形势 可以说已经是岌岌可危 因为还在二十万里之外 故而杏尔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林轩心中如何不怒 当此时刻 他也没有耐心与杏尔解说 于是浑神清王大起 将此女包裹进去 一起向前飞去了 观心择乱就是这个道理 此而此刻 林轩嫌杏尔的飞行速度慢 而林轩全力施展 二十万里 也不过是弹指一挥尖 很快 林轩就来到了离城市不远处 这就好